动动手吧 今天我们大众占卜的主题是 关于你们婚后生活有多幸福 多甜蜜呢 你的老公有多宠溺呢 看看你们婚后的相处 相处情况会怎么样啊 然后最后的话看一下吃苹果方面 是不是很和谐很美好呢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一共有三个选项啊 从左到右呢分别是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请大家用直觉去感应这三张牌 各自的能量 选择出跟自己最有连接 最有感应的一组牌卡 选择好的朋友们 就请点开说明栏里 对应的时间轴选项 查看结果吧 哈喽 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 让我们来看一看 你们的婚后生活有多甜蜜啊 那我们呢先用塔罗牌看一看啊 我们现在开始抽牌 第一张 经历是从 我觉得这段婚孕 对于你们来说就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 会让你们呢就是从年纪比较质嫩的一个状态 逐渐呢慢慢的成长起来啊 这组的朋友感觉你们结婚的年纪应该不会很大啊 但是我们还会往后面看好吧 但至少就是你们结婚的时候呢 其实心理年龄吧 至少就是说心理层面啊 就是不是特别的成熟 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还像小孩子一样啊 平时呢也是比较贪玩的啊 很好奇 就是觉得结婚啊 对你 你来说好像是一种尝试的感觉 尝试着看看婚后的生活 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第二张 新第二啊 我看到你们就是这个婚后呢 就是比较忙碌的啊 就是说工作啊 还有就是 嗯 生活啊 就是各种事情会比较多 你们都要去处理啊 双方的关系 基本上就是蛮平衡的 或者说你们的工作 会有很多就是 有多份工作 正业啊 副业啊 就是有正职副职 副业这样有在做的 这样 好 接下来是女皇 好吧 我觉得呃 女孩子这边的话 应该是比较享受型的啊 富贵的 然后就是皇后牌嘛 你们是很温柔啊 善良 很体贴 并且呢 就是懂得爱自己啊 当然你们是有时候呢 就是说 很无私嘛 就是愿意奉献 然后牺牲自己啊 就你们结婚之后呢 我感觉很多就是朋友 应该是会 很快就怀孕的 还甚至说就是 奉子成婚啊 就是怀着孕来结婚的感觉 你们本身呢 其实也是很懂得 就是享受生活 很会打扮自己 所以呢 你们婚后的话 也会是一个 跟之前的生活有 不会说有太多的 差别的感觉啊 就是婚前什么样呢 你们婚后啊 还会是什么样的 不会改变 至少就是 不会降低生活标准 不会说 就是跟你们 结婚之后呢 反倒是因为一些事情 导致说 生活品质不如以前 这样子 生悲舞 当然我看到这里 就是有什么感觉呢 就很多的朋友啊 可能说 从之前的小朋友 就是从小女孩呢 一下子转变到一个 为人妻 为人母的这个角色的时候 好像还不适应啊 会有一个过渡期 对你看就是一下子 从小女孩到一个母亲的角色 你们这段时间 应该是比较失落的啊 不是说对婚姻失望 可能就是觉得 我真的已经结婚了吗 然后我真的要结婚 就是结束我这种单身啊 自由自在的这种 这种 这种身份啊嘛 就可能说 会不会觉得 就是有一点担心 婚姻给自己带来的 束缚会比较多啊 觉得自己可能就是 可能你们还是迷迷糊糊的 就是把婚给结了的感觉啊 就还在想 我那个时候 还没结婚的时候多好啊 没有当妈妈的时候多好啊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 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回家 然后本来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干嘛就干嘛 没有谁管啊 比较自由 这段时间呢 你们还就是还在沉浸在 之前那种 就是自由洒脱的状态里面啊 你们还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吧 还不习惯这种婚姻生活啊 全像女皇 你们本身应该是怎么说呢 本身应该是蛮有组件的啊 也是很有魅力的 如果说你们婚前是小女生啊 那么你们婚后呢 就是会变得独立起来啊 从生活到思想呢 都很独立啊 会很有魅力的 有时候你们的行动率呢 就是会更增强啊 还有你们就是在家里面呢 就会像女皇一样 很有存在感 很有地位啊 就是家庭里面呢 是你们说了算啊 很多时候都是你们说了算的 说你看你们婚后的生活 女孩子这边的角色能量感很强 对 也许你们本身就是自己 想要什么 就是自己说了算啊 一切都在自己掌控当中的感觉 所以你们在婚后 应该为一边就是 关注这个婚姻家庭 一边还会认真工作的 你们会把就是家庭和事业 兼顾的非常的平衡 你们呢 是不会因为家庭而忽略掉事业啊 也不会因为忙于工作呢 而忽略掉家庭 你们都是会很好的经营的 所以说你们是事业啊 家庭啊 都是可以驾驭的 非常不错的啊 是很有能力的 在家里面呢 你们可以横着走啊 我觉得你们这个地位是很高的 甚至说家庭的地位是高于对方的 要么呢 就是对方把你看得很重要啊 就是嗯 什么事情他都愿意让你来做主 愿意让说你说了算 不会跟你争这个主导权啊 包括女生的话我觉得在婚后啊 我看到你们这个桃花甚至是会更旺 就婚前如果说你们觉得自己还好 那婚后的话 你这个桃花会更旺 就会整个人就更加显得更迷人 更有女人味这样的 当然我觉得对方也对你是这种又爱又怕的感觉啊 嗯 不是不是怕就是尊重你们吧 因为你们就是有这个能力呢 你们有脾气啊 你们有温柔的时候 特别的温柔啊贤惠啊 就是说像这个女神一样 有奉献精神 甚至说就是有这种圣母心啊 然后独立的时候呢 又是特别的独立啊 自己可以搞定很多的事情 所以你们会有一个角色的转变器啊 好我们看一下就是你在你未来老公心中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 看一下 好我看到的话 女孩子这边的话 我觉得也是很成熟的 就是说嗯 我看到婚后呢 就是会长一点小肉肉啊 会发福一点 就是非常的有福气的那种面相 显得很贵气 有贵妇的感觉 并且就是很懂得打扮自己啊 婚后呢 你们就是可以过上就是养尊俗优的生活 对 你们可以搞事业 也可以就是养尊俗优 都没关系 都可以的 还有呢 我觉得对方是很迷恋的 你的这些一些 就是身体上的能量啊 就是他 你身体对他的吸引力很强 然后他觉得你整个人就是非常能吸引他 然后非常的这种 嗯 整体的气质 他非常的迷恋啊 很受你的吸引 因为对方可以说就是 感觉对方的话 他是那种 呃 比较传统型的 他不是那么会表达啊 所以说你这边引导他的话呢 他基本上是 嗯 逃不出了你这几个 手掌心的这样一个感觉啊 当然你们之间更多的应该是安全感 互相就是很信任啊 你们两个人呢 就是结婚之后啊 会有这种重新出发的感觉啊 始终会向前 但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你们就像绑在一起啊 是一条船上的人啊 永远在一起的感觉啊 就是有风雨同舟的这样一种能量啊 互相能够承担在一起的 这就是各自的未来 而且你们两个对工作都是有追求的 这个男生呢 他是会在工作上花很多时间的啊 对工作上花 花非常多的时间 然后你呢 你是一步一个脚印啊 给我的感觉你是比较踏实的 也在稳步的就是去做自己手头上的工作 你们是那种会仔细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人 嗯 不求快只求稳啊 给我这种感觉就是 你们这个未来老公啊 他觉得你们是很踏实 很顾家的 在别人看来的话 你是那种很能存钱 能守得住钱的人 然后很适合当老婆的 他觉得你非常非常适合当老婆 觉得你们在一起呢 会在 会有一个就是很稳定的家庭啊 然后过得呢 也是蛮开心的 还有就是呢 你们可能会出去旅行 或者在路上的时候呢 对方就突然说想到像你求婚的感觉啊 甚至可能你们还会说就是旅行结婚啊 或者说你们结婚之后呢 就会出去度蜜月啊 会去海边就是游水的地方啊 你们这个关系的话呢 是会受到大家的祝福的 对你们会举行婚礼啊 有的朋友呢 可能会举行这种户外婚礼 会举行户外婚礼 要请很多的嘉宾来参加旅行结婚 或者说户外婚礼都有结婚啊 而且我就是看到你们婚后呢 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旅行嘛 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过这种旅行 会去一些就是比较漂亮的地方 可能不是说很多的野外 而是一些非常就是有纪念意义的这种地方 你再看一下神余卡啊 看一下 好 你们在婚后啊 就是会慢慢的依赖上彼此的啊 如果说我们女孩子这边之前是很独立啊 一直很独立 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就是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的话 那么婚后呢 你会觉得就是开始慢慢的依赖上了 就是在在感情方面 不是说身体方面啊 就感情上面不再是像之前那样 一个人想干嘛就干嘛 会有所改变 你们是通过时间的这个日积月累啊 去加深彼此的这种感情的一个能量 直到有一天呢 你会发现 好像对方忙工作或者出差去了几天呢 你就会很不习惯啊 所以开始就是想念对方 你们俩的这种想念是无形当中的 就是前一末化了 已经就是已经把这个人当作你生命中一种 必须存在的一件生活必备品啊 就是会觉得越来越重要的 就是喜欢的东西会想要分享给他 然后你觉得不错的事 你不错的东西也想让他也试一试 好吃的东西呢 也想让他尝一尝啊 非常就是觉得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呢都会想到他 对你们这个关系很有可能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啊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些 可能是一些男性朋友啊 你们的关系会有人助推啊 就不管你们是从恋爱到结婚啊 都是一直因为身边的朋友而一直在撮合你们 在推动你们 也许你们俩就是 可能一开始 就是女孩子这边看视频的你们 可能一开始不是特别的想结婚啊 一直很犹豫就是要不要结婚 很独立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呢 我觉得你们会在别人的助推下啊 好像觉得这感情好像有人在推着你们走 快速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感觉 还有你的关心呢 经常会有朋友关注你们啊 你们的共同朋友呢会经常一起去玩 包括你们恋爱到结婚到婚后啊 有什么问题呢 也会通过朋友这边啊 去做一个桥梁或者是沟通啊 就是大家会 你们可能也会跟朋友说一些 关于彼此婚姻啊 嗯 那些的感情的一些话题啊 如果说你们吵架了呢 你们肯定会通过共同朋友去倾诉 然后另一方也会去有一个劝导 这样的感觉啊 我觉得这段关系 这一段 婚姻关系就是会让你们学会爱自己啊 对 学会爱自己 对方呢 也会交互 交互你们爱自己的 那你们彼此呢 是在一起会有那种 两下无猜的 嗯 感觉 就是之前没有想过 自己结婚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 你们会慢慢的去成长啊 开始适应这个角色 有的朋友可能结婚之后 带来的安全感 和这个 陪伴感啊 对方啊 他就是在工作当中 应该也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人 包括他也是有这种宗教吸引啊 有宗教吸引的 而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些 嗯 吃苹果方面的一些 这个状态会怎么样啊 但是这个牌呢 就是不太适合摆出来了 然后我在这边抽的话 嗯 不放到这个镜头以内 大家就是听一下哈 好吧 好 嗯 我看到就是 这组的朋友这边 就是其实追求 追求的是一种 极致的 嗯 极致感 就是你们这个苹果 就吃的非常的 就是 极致啊 会吃到就是双方 就好像就是为对方 耗尽一切的精力的感觉啊 对方应该是那种 禁欲戏 就是平时看不出来 他有什么欲望 哪怕有就是 美女靠近啊 他也是 坐怀不乱的感觉 他需要一个引导 对 女生这边应该是 比较主动的啊 你们可以就是 诱惑他 可以就是 你们可以因为 你们这个 嗯 一些 比较撩的一些 动作啊 或者说一些 穿着什么的 会让他心里这种 就是 非常的这种 小路碰碰乱撞的感觉啊 所以他这个一个 这样的人 还是让人比较放心的啊 因为这个人他 嗯 不容易说 对别人的话 产生一些 呃 什么样的想法 他是比较容易 克制自己的啊 对 他是那种 很重视 精神层面的啊 不过 哪怕你们是异地啊 你们不用说 今天在一起就 通过一年这种 呃 精神连接啊 通过沟通交流 有时会加深彼此的 这种 能量连接啊 就像好像就是说 你在他身边一样 对方我觉得更多啊 我觉得这边 他是会很欣赏我们女孩子 就是视频的时候呢 女孩子这边 可能一些小动作啊 一些不经历的表情啊 嗯 一些神态这样 就是展示自己魅力的这种 感觉就会很诱惑他 他对方的话 他是很吃这一套的啊 他就是很容易把持不住 然后靠近你啊 对方他 因为我们刚才说 他是有一点禁欲系嘛 所以他是 不太敢放得开啊 在你面前 他不肯就是 太太风骚这样子的 呃 所以需要你这边去诱惑他 所以他 会经过你这种诱惑呢 然后就是 把持不住啊 会靠近你 就是 他会因为你呢 然后意乱情迷 对 就是这种感觉 是不是很好呢 就是一个禁欲系 被你们拿下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组 我们这组看视频的 朋友们 这个魅力是比较强的 而且是这种 主动型的 你们可以是主动型啊 但是只要你们一吃啊 就有种说好像 呃 把对方吃掉的感觉呢 就他一旦被你诱惑到啊 然后他会恨不得呢 把自己都奉献给你啊 也恨不得就是 把你给吃掉啊 就两个人都 要都吃 吃死掉算了 就是这样的感觉啊 就不到最后一刻 就是不 不到最后那种 精疲力尽的感觉 就不罢休啊 就是非常的大恨淋漓 然后可能就是吃到 就最后已经就是 腿软的 就是站不起来的感觉啊 好吧 嗯 谢谢 啊 对 还是这样 我觉得 我们这组的女生 女孩子啊 就是 比较会的 尤其是在 诱惑对方的时候呢 呃 男生那边 其实我刚刚已经说了嘛 经常是忙于工作的啊 可能会收到 女孩子给他发的信息啊 就是 想他啦 或者说想跟他去 嗯 见他啦 或者想跟他亲密啊 什么的 然后一些 稍微带一点诱惑 诱惑性的信息的时候嘛 他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心里 这种 没有办法专心工作啊 就是有一点 就是他的情绪呢 会受到影响 就没办法专心的工作啊 开始哭思乱想 开始各种想象啊 你现在 嗯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种感觉啊 现在会议嘛 就算在家里面啊 比如说 呃 对方在书房里面工作的时候 然后你这边呢 给他 在卧室里面给他发一些信息啊 然后 就你们在家 同一个家里面 不同的房间也会这样啊 你给他传达一些这种 诱惑的信息呢 他就没有办法 就是很专心的工作啊 或者说发一些那种 比较性感的 呃 非常的上头啊 他 他就恨不得立刻向你 扑过来 冲过来 这样 嗯 好 所以女生确实就是 会在吃苹果这块的话 男方也会把你架在一个 很高的位置上啊 对 嗯 就是你在心中 就是女皇啊 他会把你就是看作 女皇那样的 就是会尊重你啊 嗯 对 也有这种说就是 痴迷感和这种征服欲 他会把 把你抱起来 就是放在高处啊 比如说像什么桌子上面啊 呃 还有这个镜子前面啊 还有浴室啊 这种 梳妆台上面啊 洗漱台上面 都会 呃 或者说 呃 厨房吧 昨天我看到 就是会把你抱在这种 位置比较高的地方 然后去 把你拥抱在怀中啊 这样的感觉 好吧 你们躲到 嗯 好的 女生这边身材是 比较好的啊 很有魅力啊 就是魅力四世的 那种 我觉得 女生这边应该 本来就是有很多人追啊 婚前婚后 都是有人追你的 呃 然后他会看到 别的男生跟你靠近啊 就跟你说话的时候呢 他就是会 嗯 会吃醋啊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这种 他的际遇系 就不能维持了啊 就很想用 吃苹果的方式呢 跟你亲近啊 然后让你 不要对其他男生 呃 产生一些太多的想法 不要去看帅哥啊 呃 因为他其实对于情感呢 他不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 但是面对你的话 他是很容易依偎你 然后 你怎么说呢 就是情绪波动啊 只能说就是我们这组的朋友 就是魅力太强了 然后就是 呃 牢牢的就吸引住了这么一个老干部 好吧 啊 我们第一组的牌就解决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早一点遇到这个 嗯 生命中对的这个人 好吧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下铃铛咯 好 接下来就是第二组的节牌了 哈喽 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们来看一看 你们的婚后生活会如何呢 会有多幸福呢 我们直接开始抽牌啊 第一张是我们的心碑二 哦 送碑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嗯 两个人真的就是 很会的啊 两个人就比较 嗯 就是会花时间下来 就是小酌一杯啊 就是花钱月下 会享受你们 独自的这种小生活啊 你们应该婚后是独立居住的 有你们两个人的一个 小世界啊 是不被打扰的 并且你们是 非常平等的这样一个心态啊 来面对这段关系的 心有灵犀的 就特别的懂对方啊 你们很会营造这种浪漫的氛围啊 你们会把婚前的这种爱情啊 一直延续到婚后 很长的这个 一段时间 嗯 我觉得你们会是 又像知己 又像朋友 又是恋人 然后又是夫妻这种 嗯 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啊 有很龙的这种 说爱情的味道 嗯 这里呢 我看到有双鱼座的能量啊 你们本身也是 很懂浪漫的 所以呢 会在一些 特别的小日子里啊 会给对方奉献给 奉献上这种 惊喜的小浪漫啊 好 皇帝来 好 我看到你们双方啊 尤其是说 男孩子这边啊 社会地位是非常不错的 试验有成 是一个 比较有权威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说这段关系上呢 你们物质 在物质上面是 不用担心的啊 物质层面是 一直是很稳定的 它的那种气质呢 是内在的啊 它的智商啊 都是说在内 它不是说那种 很外露的那种啊 然后它 他们的思想 非常的活跃 这种人 他是非常适合 做这种 投资理财的 或者说动脑子的工作啊 动笔杆子的工作 嗯 然后他们当然也是 嗯 容貌上是 很多都是长得比较帅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 年纪会稍微长一些 呃 就是比我们这 呃 看视频的朋友们 呃 年纪稍微大几岁啊 这人是比较成熟稳重的 脑子非常灵光的人 呃 就 比如说哪些方面呢 他是思考问题啊 就是很严谨 呃 脑子上得非常快 整个人智商情商都比较高 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然后外表也是那种 比较吸引人 他在人际中绝对是那种 属于大家都会多看几眼的那种啊 这一张是力量的周围 我觉得说 对方他是比较依赖于你的 可以感 从这张牌上感受到这种能量出来 嗯 虽然说他可能说 外在给人感觉是一个大男人啊 但是呢 他在情感上面 其实特别的就是比较细腻 并且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种反差萌的感觉啊 就一头这种 一头很猛的这种 嗯 狮子在你这呢 被你这种超级有能量 嗯 超级聪明的训兽师呢 就是给驯服了啊 觉得对方应该是有狮子座 摩羯座能量的 包括你们可能就是有这个 呃 双云座能量在这 就他的话是一个 外面看起来很强势啊 内在其实很温柔 需要去体贴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说这里面的男士的话 是很依赖女方的啊 嗯 然后我们看视频的朋友 是一种很温柔的 并且就是非常懂得以游客干啊 去给对方的支持鼓励啊 尤其就是每天工作完忙碌之后呢 然后回到家啊 女生这边呢 就是会通过一些聊天啊 或者说像对方泡一点茶 或者说会喝小酒啊 这样就是畅聊一下 放松一下嘛 然后就是让对方觉得 回到家特别的安心啊 有那种安全感啊 猩猩牌 呃 对方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呢 就像是这个猩猩一样 这组就是这个人 你们结婚的话 这个对象以后 是会被你们显化出来啊 你们就是喜欢这一类的人啊 抽到这一组台的朋友 就是你们遇到对方的时候 可能是你或者是他啊 就不限于哪一方 可能就是刚刚经历了 会经历一些比较大的转折啊 可能是你 也可能是对方 可能是说失去了很多东西啊 也可能说经历了一些人生的改变啊 然后就是 对过去的一些 经过一些对过去的反思 反正就是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改变啊 可能就是在你比较 呃 需要被疗愈的时候 会那个时间 或者是那个地点啊 然后你遇到了他 他就会像这种 一空中黑暗的 星空中那个 最闪亮的星星一样啊 然后把你的整个生活呢 都是照亮的啊 然后带着你呢 就是一起前进啊 然后这边就是 还看到一部分能量是什么 你们未来的这个老公呢 他会觉得你非常的神秘啊 他会觉得你非常的有神秘感 他一开始也会是就是 被你这种神秘感所吸引 他会不停的想要去靠近你 然后想要去了解你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会渐渐的就是不停的被你吸引嘛 然后呃 最后就发现已经就是 被你驯服了嘛 好恶魔牌呀 嗯 所以看到你们双方就是对彼此的这种 占有欲非常的强啊 嗯 这种关系有灵魂伴侣的能量 很有激情啊 哪怕说你们是老夫老妻呢 但是你们嗯 这种身体上的吸引力什么的 都是很强的啊 从心灵层面到身体层面 你们都是很契合的 有一种嗯 天生一对的感觉啊 两个人有一种 几天不见就如隔三秋的感觉 哪怕有一个人忙于工作 忙于事业啊 哪怕就是说 有段时间没有办法见面 那么这种彼此思念的感觉呢 就是只会越来的越 越强啊 当然我感觉到就是 南方这边的话 有一点点大男子主义啊 会有一点点固执 你在他就是在选择就是 选择上就是不会放手的感觉 所以这在某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 也是专一的一个表现啊 不用担心说他有一些 其他的什么想法 他一旦选定你呢 他是不会放弃的啊 只要属于他的 那么他就会捍卫到底 会有这种嗯 很偏爱的感觉啊 那对他 他在外是一个很强势的 很严肃的一个领导形象 那回到家呢 就是你的一个小绵羊啊 很多事情都会听你的话 包括说 家里的一些重要事情 他都会是以你的主意为先啊 就是会很愿意听取你的意 你的想法 你的意见 然后说会经常说老婆最大 老婆说的对 这样的这样的想法 然后在婆媳关系上的话 他也是很会站在你的一个角度上 去维护你们这个关系啊 然后矛盾的话 基本上就都是由他那边承担了 所以没有任何的这种婆媳关系啊 你们而且就是不会说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 嗯 双方是比较和睦的 长辈他们也是 因为南方这边比较会调节 他可能就是嗯 比较会打理这方面的关系 然后你们跟长辈的关系 是比较和谐的啊 我们再看一下梅罗曼 好吧 出现百合花了 嗯 是一段百年好和的婚姻哦 很受大家祝福的一段婚姻 很酷不啊 很合适 非常的这种 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很幸福的感觉吧 嗯 这张牌也很不错 三叶草 有一种幸运感啊 就是彼此很望对方啊 比如说 嗯 他是你的贵人啊 你是他的贵人 或者说当然也可以是 你们互相为贵人啊 一方就是为对方的感情贵人 一方为对方的这种事业金钱贵人 所以说一切就都是刚刚好啊 很幸运的感觉哦 非常稳定啊 很稳 一切都是这种安安稳稳的 就不用担心什么变化啊 有种就是很笃定的能量在 嗯 两个人选择彼此 就觉得这段关系呢 是非常值得的啊 很稳定的能量 比如说有什么猜忌啊 然后不信任啊 这样的东西在的 嗯 你给予到对方的感觉 以及说对方给予你的感觉 都是这种很稳的能量 信任感就是会增加啊 安定感也会增加 你们呢 就像是对方的港湾啊 停靠在这个码头呢 就不想再动了啊 嗯 我看到两个人就是在事业方面呢 会达到一定的高度啊 都会因为对方呢 有所提升 然后有所进步啊 就是你们看到对方呢 非常的上进啊 努力 然后你们呢 也会说激励 就是感应到对方的能量 然后也会变得非常的努力上进 所以说两个人在工作上面 是有一个互相成就的 嗯 甚至呢 就是说对方会给你就是 提供一些很多的工作机会 或者说是合作机会这样啊 嗯 有一个应该是很大的这种 企业 有自己的事业 还有就是在很稳定的这种 大型的企业团队啊 公司工作 政府事业单位 呃工作都是有的 对 所以说呢 这类关系对你来说 就像是取得人生中 一个最大的成就的感觉啊 就像大家就是 展示了你的 嗯 胜利就像得 就是嗯 夺得了一个片城池啊 胜利的感觉 嗯 就是你们宣 呃结婚之后啊 有一种宣告主权的感觉 就是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啊 这样子的 嗯 反正就是 非常会有 示威感的 这样子的感觉 好我们再看一下 沈云卡 好我看到你们双方就是在一起之后呢 会觉得很多时候都会绕着共同事业和目标啊 包括未来婚后的计划来安排啊 这平时的生活和计划呢 女孩子呢也会因为对方会更加注重事业啊 或者有你们自己的一些新的理想 男方会帮你们实现很多的这个未来的计划啊 对方是嗯 不管说是你的工作或者说你内心的一些冤枉清单啊 对方他都是有一定能力能够嗯 帮助你呢会给到你一些建议或者说是呃一些机会这样子啊 所以说你在和对方相遇以及说结婚之后呢 在工作方面就是个人发展层面啊会有很大的突破的 好我看到你们两个人的话就是 还是整体属于那种比较低调的啊 嗯 两个人一到休息时间呢 会去一些人少的地方去休假度假 就感情也是比较低调的 嗯 可能不是说特别喜欢秀恩爱啊 可能就是这座女孩子 我觉得你们可能不会说来访给你们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就不会说是拿出去炫耀这样子 不会说呃会告会顾虑到对方一些面子嘛 因为对方他在外面他也是比较有一些威望的 可能说呃南方那边的话 他帮你们就是洗脚呀按摩呀 或者帮你们做饭呀给你们做饭这样子 就是可能说跟他外在的 嗯做了一些跟他外在表现比较反差感的 这种事情在的话 你们呢也是会因为顾虑到对方的一些外在形象 不会把这些事情就是拿出去到处宣扬啊 不会虽然说你们心里是很开心的 很开心对方为你们做这些事情 因为你们知道你们非常 这种事情他是没有给对别人做过的 所以就是虽然非常的开心啊 但是不会说拿出去到处炫耀啊这样的事情 你们应该是不太喜欢那种人太多的地方 嗯可能说两个人空着呢会去一些嗯图书馆啊 会去一些展览馆这样的比较安静一点的地方 然后一起去嗯放松一下然后去约会啊这样子的 比较喜欢安静啊 哇尖爱牌出现了 嗯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你们的尖爱啊 就是你们因为呢爱情而结合啊 然后结合之后呢两个人的感情也是会特别的幸福啊 特别的安稳踏实 不管是现实层面呢还是说灵魂连接啊 嗯都是很强的 尤其是我看到这种呃灵魂半月的能量啊 哇一张非常有安全感的牌 嗯所以说你们知道婚姻就是让双方感到安全的稳定的这样一种关系啊 你们彼此呢都是会愿意为对方去付出啊 你呢在精神层面上面会支持他啊 对方呢会在现实基础方面会做很多的努力啊 所以你们是一个现实和精神都是很满足的感觉 互相支持互相陪伴啊 嗯很信任彼此 没有什么怀疑啊猜忌的感觉 虽然说你们是比较细心的一类人和比较敏感 非常善于去观察周围的人 或是啊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呢你们对对方就是从对方身上 你们是感觉不到一些不信任的感觉 你们只会从对方得到对方身上得到一些很稳定的情绪输出啊 你们就是嗯总之呢 不会说因为不信任对方而发生一些矛盾啊 然后嗯你们工作上面是非常会稳定啊 稳固自己的事业非常的稳固的提升的感觉 无论说你们做什么行业啊 创业啊都是可以的 总之你们就是对方他会觉得你们是一个很稳定的人 你们相对来说也看对方也是一样的 也觉得对方是很稳定的 好那我们就是再来看一下就是 在Sex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啊 就是吃苹果方面 但是这个牌呢就不给大家看了好吧 因为呃发出去的话我怕就是有些影响我的这个视频好吧 呃然后我们就听一听好吧 来看一看就是具体的这些 评伙的一些信息好吧 我还是看到很热情啊 很热情就是热情不解啊 哪怕你们就是结婚很多年啊 我觉得都是热情不解的感觉 而且呢对方对就是有很多啊 对方对你就是超级有魅力的啊 甚至对你的一个身体啊 也有这种极致占有的感觉 对他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征服你啊 你们会是会甚至就是说在车上啊 家里啊就是这种不同的这样的场景 女生这边其实也是蛮让对方有战友欲和征服欲的 征服欲很强 对方的话对你的热情是这样子的 好吧 对方应该是处于那种闷骚情啊 就平常看起来可能很严肃啊 但是一到就是吃苹果的时候呢 就特别有激情啊 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会拿出全身的力量和表现欲啊 向你表现 对还有呢 我看到你们可能会用到一些道具啊 就比如说你就像水果 就可能对方会跟你亲身的时候呢 为你吃一些水果啊 用来增加这种放松啊 和甜蜜的感觉啊 好 再看 女生这边啊 我觉得在就是吃苹果的时候 也会就是 但是变了一个人啊 你们是一种能量转化 就比如说男生这边的话 平时可能比较严肃啊 然后吃苹果的话 就会变得的 变得特别的热情 又特别的那种 很着急啊 嗯 女生这边的话 可能平时比较 就很温柔啊 很温柔的感觉 别人感觉就好像是 大侠归秀啊 那一到吃苹果的时候 我们女生这边 就是变得突然的 就是很魅惑 甚至说就是 也是蛮有征服于的 你可能也 也会想去 诱惑她 交付她的感觉啊 你们就是有这种能量 平时的状态 就是有调换的感觉 那么我只看到对方 对你超有热情的 好吧 还有热情的感觉 还有你们双方 也是会有吵架吧 对 昏昏的话 会有吵架的话 那两个人在吵架之后呢 可能也会 吃苹果啊 对你们会做 就跟他 吵架之后 就会吃苹果 来达到一种 和解的感觉 就甚至说 有一个人 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通过视频 然后 然后视频 怎么说 视频的时候 就是 可以做的 你们懂得的那种事情啊 来增加这种激情 和刺激的感觉 好吧 然后看到 就是有一种 轮回的感觉 真的就是 怎样 就是翻阴覆雨啊 然后 一次一次 这样子的 嗯 我觉得这里面 有一种说 就是女孩子 这边是比较善变的 多面花的 嗯 应该是会有 很多的这种角色扮演啊 对方觉得你像天使 又像恶魔啊 嗯 跟你一起吃苹果呢 就好像 吃了不同的 跟不同人吃苹果的感觉 那你给他的感觉是 一直都是很新鲜感的 这样子 嗯 所以很 很有吸引力的 对 你们吃苹果这种热情啊 还包括就是 灵魂连接度啊 征服欲啊 还有从这过程中 这种心理层面上 得到的满足感呢 都是很强的 所以呢 我们女生这边 就是根本不用担心 什么热情度啊 新鲜度啊 包括说呢 就是 嗯 对方啊 她是 就是会不会腻啊 都不用担心 因为 嗯 她是认定之后啊 认定之后就是很卖力 很努力 然后 她 她就是 她心里只会想着说 怎么样 今天让我的女皇 然后 感觉到很舒服 很满意 她是以这个为目标的 非常有服务精神啊 我看到这个 对 对方一直会向你展示自己这种 男性的这种力量啊 不用担心 她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嗯 所以说你们在吃苹果这件事情啊 基本上就是你只需要好好的就是打扮自己啊 就是表现自己就可以了 嗯 一般都是对方 可能说对方会发起这个吃苹果的邀约啊 对方他对你这种会保持这种热情呢 然后而且就是时间上会比较久 好吧 嗯 这种事情应该都是我一说大家都懂的 好吧 好 那我们第二组牌呢 就解读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能可以早一点遇上 嗯 婚姻中的另一半 好吗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好 我接下来要开始第三组的解答咯 哈喽 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我们看看你们的婚婚生活呢 有多幸福好吧 我们就先抽牌了 因为塔罗牌已经洗好了 我们就直接开始抽吧 好 我们的第一张牌是这个圣杯皇后 就我们女生这边的话 就是相当的温柔体贴啊 很善良啊 小女人的姿态 你们呢 就是很需要保护啊 并且呢 婚婚的你们呢 会更加注重就是情感的交流 你们会愿意去啊 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到家庭生活上面 你们也愿意从情感上面呢 给予对方一些支持啊 你们很关注对方那些情感的一些变化啊 你们就是特别体贴 所以说在婚后的话 基本上说 只要你们愿意啊 你们绝对是一个前妻良母这样的 婚后是会变得非常的 更加好看 更加美丽的啊 哇 心力不光 嗯 男性这边的话条件很富足 比较事业有成 你们结婚的时候 应该各方面是比较稳定的 不管说现实事业方面 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可能说 即使说是遇到他的时候比较年轻 对方事业上没有特别好话 但是对方的家庭 他的父母那边 然后会给予一些支持 会促使你们 双方条件会比较好啊 嗯 感情观的话 应该也是经历了一些故事的 或者说是情感观念 很成熟了啊 就是已经知道 怎么去经营感情啊 怎么去经营婚姻的 这么一个成熟的状态啊 所以你们应该说是 大男人和小女人的一个搭配 一个呢 很重视现实搞事业 一个很重视家庭啊 重视夫妻关系啊 很体贴的一个 嗯 就对方的话 跟你的年纪 不管说从心理层面 还是实际年龄来说的话 都是比较的稳定和成熟吧 好 心理三 你们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啊 不管说是在家庭啊 还是事业上面 都是那种积极阳光啊 然后感觉克服困难 内心是非常强大了的 然后呢 善于去和别人共事啊 和别人相处的情商比较高啊 很喜欢就是帮助别人啊 喜欢跟别人合作 一起去达成了什么样的目的 什么样的目标这样的一个人啊 如果说是在婚姻生活 感情生活里面呢 你们会让对方啊 感觉到你们是很稳定 很稳固的一个人 并且呢 就是愿意去帮助对方的人啊 所以说呢 你们未来的老公 对你们的评价非常的高啊 就是女孩子这边的话 女孩子这边的话 婚后应该会存很多的钱 男方的话 可能说就是 男方这边会把钱给到你啊 或者说就是 定期的给你一笔钱啊 让你去存起来 然后你可以存到自己的名下 好吧 接下来是圣杯十啊 这个牌真的是很好 对吧 经常看牌牢牌的朋友 肯定知道这张牌 这张牌一出来就真的比较稳了 你们就是会满足于两个人的感情啊 就是感情层面就是很满足的 觉得呢 找到这个人就找对了啊 尤其说我们女孩子这边 情绪是非常的好啊 有孩子的 你们可能会生两个孩子的 第二孕女或者是双胞胎的感觉啊 应该会有两个孩子 因为你们应该是比较传统型的 或者说感情观 还有婚姻观是比较传统的 不是那种接受开放型婚姻的人啊 是相对来说 比较健康的一种想法 所以说婚后呢 你们就是会在适当的一个年纪和状态呢 会想要多一个孩子 要两个孩子啊 这样的互相陪伴啊 然后享受这种家庭的快乐和幸福感啊 可能会有部分朋友 现在就打算生一个小孩 或者说是不想要小孩的想法 现在说可能觉得享受生活 享受婚姻就很好了 不必要才有小孩 觉得人生美好 就是只为自己活 但是这边是看到你们 以后是会有的 现在可能就是 你当下的这个想法 就是还没有受到一些 宇宙给你的指引和改变 所以说你的想法还没有 还没有到那个时机 好吧 就像下年前给自己抽牌的时候呢 也想看到 我这边会有两个男孩子的话 会生两个小男孩啊 然后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 整个人就是觉得特别的 觉得头顶上好像炸了一道泪啊 因为我自己是 当时是觉得我真的是非常不喜欢小孩子 但是现在只能说好吧 确确实实太准了好吗 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回归正体 正体啊 嗯 这边看到就是 大家还是很祝福你们的啊 就父母啊 包括小孩啊 嗯 你们的整个家庭氛围呢 都是很好的 很温馨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包括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呢 都是和和睦睦的啊 你们会彼此会去满足对方的需要啊 对方也愿意去关心你们的一些情绪 你会提供情绪嫁及给对方啊 你们应该是相当满意 这种婚姻的 好像就是找到了这个婚姻啊 有了这个家就有了很美好的 这个无限的未来的感觉啊 哦 全帐八也出现了 嗯 你跟对方呢 很可能是一见钟情啊 就是你们 从认识到结婚啊 一直就是有段时间 也不排除 排除说有异地啊 你们 会有段时间异地 然后呢 之后重聚啊 还有呢 就是有一个人可能会 频繁的出差啊 因为工作而忙碌 那么有一方呢 就会 有一方就会更加的居家一些 工作更加轻松一点啊 然后南方的变化 就会更忙碌 有很多这样的工作要去处理啊 还有你们双方 其实在平时呢 没有见到彼此的时候啊 也会就是 比如说上班去了 在各忙各的啊 也会定期的抽时间去问对方 嗯 在吗 忙吗 想你了 吃饭了吗 今天累不累啊 其实会有这样的沟通啊 所以你们会就是 结婚之后会搬家啊 可能会搬到更大的房子里面 也就是我看到对方 他是会给你提供 很优越的这个生活条件啊 嗯 大房子啊 所以你们会有搬家的次数 或者说出去玩的次数 还是比较多的 我还看到你们会发那种 非常有爱的表情包啊 会发给对方 就是说我想你了啊 包括爱你了啊 一些这样爱的表情包啊 有很多 会有一个人会经常给对方 表达和施爱 所以就是 有很强的一种 浓浓的这个感情的能量 轻轻拍啊 两个人就是找到了 可以让自己 梦想成真的感觉 还有这里 我就是看到 就是 还有网量 有一部分是 网络奔线啊 有部分好像就是 网络奔线这样 你们好像找到了 那个可以 照亮自己去 走向 幸福的 就是家庭 未来的那种 那个光啊 就是有种 你好像是他的心情 他好像是你的月亮 你一直在找寻 就是自己想要的 未来的婚姻 就是那个状态 好像这个人就是 可以给你指路啊 可以引导你呢 去走向这个家 你们就是 始终会觉得呢 呃 这个人就是 自己的家 不管 再忙再累啊 再辛苦啊 就始终 有一个家开着 点着一盏灯 永远会晾着 你只要回家呢 这个 呃 家就会给你温暖啊 给你依靠的感觉 会有很强的这种 家的能量 当然我看 才看到就是 有段时间 你们会远距离啊 异地 因为我们刚才也看到 就是说 有远距离的这样能量在 会用一些 外界的 外界力量 然后导致的原因啊 这个关系呢 会出现一些 转变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还有就是遇到一些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就是 会停止啊 你们会有经过一次 分手之后 又和好的感觉哦 我被太阳排 星星太阳都出来了 甚至又说 有一种说就是 照亮了彼此的黑夜啊 就是从黑夜转向光明 你们呢 就是彼此的太阳啊 呃 还有这段关系的话 就是 如果说有过这种时候呢 停止冷战啊 甚至说分开过后啊 那么会有重新和解 然后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嗯 重生啊 是你们彼此的重生 也是这段关系的重生 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这段婚姻应该是 嗯 给你们带来历练和光光芒的啊 很忠诚啊 双方都是很专诚的 嗯 对于彼此的话 哪怕就是你们 有一段时间是异地 或者说是 呃 有过分开啊 彼此都是 有一直守护着对方的 嗯 因为你看啊 呃 这个狗狗牌 都是守护着这个家的 所以说呢 不管说你们 有没有分开啊 有没有冷战啊 吵架 或者说 呃 有过异地啊 这个家的始终都在那里 他不会改变啊 也不会说 嗯 也不会说离开啊 他会守着啊 也会守着你 就是你们彼此呢 对这个家 会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然后产生 依赖感啊 你想对方啊 然后把家里的决定权 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让你去掌控啊 让 让你去做决定 那说明你在这个婚姻里面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 愿意说 他愿意这样出这个主导权啊 然后让你去站在比较高的位置去决定一切 当然呢 我觉得 就是 这组的朋友 如果你们想要享受婚姻的生活状态呢 你们也是可以享受的 你们想就是 想要忙碌呢 就忙碌 想要清闲就清闲啊 想要养尊处优呢 也可以 你们如果说 想要去做这个家里面的女主人啊 就是很多事情啊 去做这个决策呢 也是可以的 对方他也是很很尊重你们的 那如果说 你们想当大女人呢 可以 然后想当小女人也是可以的 就是可以随意的切换自己的一个身份啊 好吧 好 我这边再看一下神仪场了 好 男生这边是很依赖女孩的啊 嗯 女生身材的话应该是很白的啊 很白 当然不是说特别瘦啊 比较健康的那种 呃 我觉得是比较有风韵吧 就是刚刚好那种 身材上属于那种肉包骨的感觉啊 所以说对方很喜欢靠在你们身上 或者说拥抱你们啊 那这样呢 对方他其实忙于事业之后呢 就会很享受 呃 跟你的这种很浪漫啊 很温活的一种这种相处模式吧 你在情感上面应该也是会给他很多的这个支持的啊 好的 我觉得你们是会有两个小孩的 而且是一儿一女的感觉啊 然后会凑成一个好字这样 对方他是会很努力的追寻你的啊 我觉得可能呃 看到就是一开始你还不太信任他啊 我觉得他条件那么好 会专一吗 会不会花心啊 或者说他身边会不会说有很多女孩喜欢他的 你会有一种不太信任他的感觉啊 但是后面呢他会用实际行动来打动你啊 呃 所以说他会很努力的追求你 我觉得他是很喜欢粘粘你的脸啊 呃 以及说牵着你的手啊 跟你就是有很亲密的一种啊 很喜欢跟你有肢体上的一些接触 嗯 你们在一起很有这种两小无猜的这种能量啊 像两个小孩 就是 嗯 你们本来是很成熟的啊 那你们就是像两个小孩在一起的感觉 就是 婚后啊 婚前婚后 都像是向对方就是 展示了自己比较幼稚 比较单纯的那一面啊 嗯 这个人应该是会努力的追求你啊 甚至向你求婚你才会答应他的 女孩这边很害怕受伤嘛 所以男生的话会努力的打开女孩的心啊 甚至说有段时间你们会有隔阂 然后 你会多想嘛 女孩是会多想一点的 然后男生这边的话会很努力的就是想要 改变自己啊 这个人他是会给你很多这种 嗯 情感上的支持啊 你跟他在一起 你会觉得他是用爱包围着你的啊 你会觉得呢 嗯 他就是 相处的时候啊 我觉得可能你会有一点点敏感 所以女生这方面的话 你有 有的时候你对爱情呢 有很多的不确定啊 而且这组是不是之前呢 经过经历的爱情是不太顺随的啊 让你们就是有很多的恐惧啊 对爱情不是那么的相信 受到过一些伤害 人家你们会重复的回想 就是以前在感情中受到伤害的一些事情啊 让你们就是有点害怕 不敢去接受对方的爱 但不管说你们怎么害怕 对方他都是会认真的向你走来啊 就是会 呃 你看奉献出他的像这颗金币锅一样 拿出他的呃 所有啊 向你奉献出来 展示出来的啊 好吧 嗯 好 两个人其实是有一些 呃 差距的啊 包括就是职业啊 包括一些想法 包括宗教信仰 我看到可能还还是说 一开始是有一些差距的 你们会经历一个就是磨合期好吧 磨合好之后呢 两个人就会很互补啊 会很接纳啊 就是彼此的一些 嗯 信仰啊 理想啊 包括一些观念呢 就会慢慢的适应彼此 慢慢的就是变得一致啊 这是一个过程啊 你们是嗯 磨合好之后呢 才决定跟对方就是 嗯 定终身的感觉啊 好 我们就是再看一下苹果的能量 好吧 然后盘面信仰的话 有一点不适合摆出来 那就不摆出来 大家就直接听一听 好吧 然后看一下双方在苹果 吃苹果方面 会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好吧 好 我感到就是 真的是这种大男人配小女人啊 对方就是会向你展示他的这种 胸肌 腹肌 嗯 身材非常的好啊 以及说他就是 有力量的这种征服于何 力量感 所以说你绝对是一个被他征服的小女人啊 他会整个人把你抱起来和举起来 就是有传统的一些姿势啊 传统姿势 你们会有段时间 就是说这种异地能量啊 就是工作太忙了嘛 有段时间会小蝶上新婚啊 比如说他去一个地方工作 然后你呢会定期的去看他 然后两个人会在这种 很久没有见到对方之后呢 这样彼此相拥啊 然后很甜蜜的感觉 所以说包括你们可能在恋爱方面 可能对方在送你回家的时候 都会恋恋不识啊 包括如果说你们是异地的话呢 嗯 比如说你们是异地的话会有这种阶段性的相距之后又分离嘛 所以会一一不识啊 有一种就是分开之后呢 就会想到下次的见面时间是不是会什么样子呢 会非常的就是反正就是每一次短暂的就是阶段性的分开啊 分开之前是非常的激烈的啊 嗯好吧 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第二章 我看到女孩子的身材是比较好的啊 比较有料的这样子 嗯 该大的地方大 该瘦的地方瘦这样 男生的话 这边我看到很多时候会展示他的力量感 嗯 是男生在下 女生在下的这样会多一点啊 嗯 更多对方就是 嗯 很喜欢就是 呃 抚摸头发 很喜欢摸女孩子的头发 有时候会压着头发 你可能真的会说 呃 压着我头发这样子 但是超满足啊 很有很有满足感的 嗯 会经常说 可能会说可以喝点小酒之后来吃苹果 嗯 然后 每次都有就是你们这样子 就是吃的时候呢 很有征服欲啊 很有满足感 对 就是大男人征服 小女人 然后小女人很享受 被大男人就是 全身心的拥抱啊 拥抱在怀里中 或者是压在身下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完了之后 我会觉得啊 以为未尽啊 还可以就是 继续的感觉 嗯 很多次啊 就是非常的 有激情 就是因为 嗯 这种 就是害怕失去 然后就会特别用力的这种感觉啊 嗯 征服欲吧 就是以为未尽 相当满意 嗯 就很沉寂啊 就像做梦一样 嗯 男生会觉得 女生吃苹果 就像是做梦一样 女生这边就是有一点欲迎还 呃 欲拒怀迎的感觉啊 所以说 男生特别是这一套啊 会觉得 这样子会让他觉得 特别像 再来一次 好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嗯 对 男生这边绝对是一个很卖力的啊 嗯 会 很有力量的 他每次玩完之后 他都会想着 嗯 会 回想一下 就是 你有没有满意啊 你感觉怎么样啊 比如说下一次要不要做得更好啊 这样子的 嗯 好吧 哦 还有呢 就是你们会用到这种 呃 关了灯之后嘛 会点一个这种香薰蜡烛啊 然后点一个小灯 就是那种很有氛围感的那种 嗯 就是迎到一种朦胧美啊 对方很喜欢在黑夜当中 享受这种 就是看到你非常 嗯 沉醉的这种表情啊 然后可以去 做一些幻想啊 就比如说就是 他可能会 你们短暂分离的时候 他可能会经常就是 以记者来解决他的一些需求啊 就是想象一些 你们当时在一起 在做的时候的 你的一些表现啊 你的一些身体 然后他 然后他呢 就用来就是 不在的时候 他用来 嗯 释放一下他那边的欲望 嗯 而且就是你们的话 都喜欢那种氛围感的环境啊 很互补 然后方方就是 情感和身体上 都是很满足的 好吧 嗯 主要我觉得就是 男生这边的话 力量感很强啊 他不管说抱你啊 或者说整个就是 把你这样提起来啊 就都是很 可以的 好吧 这个过程而且就是 很持久的 就是这个人 嗯 好吧 一个有力量的人 嗯 时间也很久 力量感也很强 好吧 那我们第三组排 就解读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 开心快乐 早一点遇到 那个对的人 好吧 祝福大家哟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载链铛咯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回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